哈囉大家好 我是花祥玉老師 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非常適合在常態性飲用的花草茶飲品 它的名字叫做 橙花洋菊蜜瓶茶 所有的材料都切成小丁狀 你在熬煮的時候會比較容易煮的軟透 在切好的蘋果裡面拌少許的檸檬汁 大概10-15cc 因為檸檬汁可以延緩蘋果的氧化 那我們在材料廢製完成之後 鳳梨丁 蘋果丁 檸檬汁 砂糖 柳橙汁 廢製完成之後我們準備一個小鍋子 砂糖把它放進來 鳳梨 蘋果放進來 柳橙汁 150cc 我們先開大火 把它煮滾 不要過度的去攪拌它 以過度的攪拌它呢 糖又產生結晶 好 時間很快 已經煮滾了 那這煮沸騰之後呢 我們轉中小火 我們讓它以這樣的狀態持續的微煮15-20分鐘 微煮到這些鳳梨跟蘋果都呈現透明的狀態 好 那我們直接加入檸檬汁 開大火把它煮沸了 我們直接放涼讓它冷卻 成的果醬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現在進到了第二個階段喔 我們要來製作的是我們的 本花楊菊蜜品茶 首先準備一個壺具 在沖泡之前呢 我必須要先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要把這個壺啊 先用熱水先溫過一次 讓杯子呢 不要時溫 包括我們待會要時溫的吃 OK 那我們在溫壺溫杯之後呢 把這些熱水先把它倒出來 我們加入羊甘菊 先在我們溫熱的壺裡面 那接著橙花 再放入橙花之後呢 我們會削一些檸檬皮絲 讓它補到6條 接著我們會沖入等量的熱水 我這個壺本身是500cc的 也就是說裡面橙花有3公克 羊甘菊有3公克 那我這邊會加入500cc的熱水 營造一些氣氛 也就是說 我會點一個蠟燭台 把這個壺放上來 各位維持在大概75到80度左右 好 那我們就靜置3到5分鐘的時間 OK 那我們3到5分鐘的浸泡時間已經到了 那現在呢 我們必須要把我們這個 溫熱的杯子 把水倒掉 如果這樣 放一些下來 加入一些柑橘類 我們把茶倒進來 我們現在放入我們的這個攪拌池 我們完成啦 整蛋吧 橙花羊菊蜜瓶茶